七叔带你入门日潮 听七叔的少掉坑 带大家来打假 就是曝光几个特别恶劣的淘宝店 很多潮友第一次入门日潮 其实他们最关心的是 我怎么才能买到这些衣服和鞋子 假货店分为三类 恶劣程度越来越高 那么我们说第一类其实是复刻店 他们其实就是说我就是复刻的 这片市场其实非常大 也无可厚非 七叔并不支持 但是也并不觉得有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市场的自然现象 也是中国的特色 第二类就是有一些恶劣 他们卖着非常低的价格 还标榜自己是正品 最恶劣的七叔也上过档 其实说句实话 这也是七叔也踩过坑 那么就是他卖着正品的价格 跟正品发售价一模一样的价格 其实是假货 那么这里七叔曝光几家 非常确定的 最恶劣的两三家店铺吧 第一家就是乐仔 Icon 那么这家店七叔在那买过 后来发现是假货以后 到淘宝里边去中裁 把他推回来了 但是我发现这家店仍然还在 还在运营当中 所以说他在继续骗人 第二家呢是Cost Cost呢 其实我并没有在那买过 但是我听很多的朋友和群友 他们在那上过档 第三家呢 是宇文乐 Mantanis 乐仔和Cost的性质一样 都是拿着假货 正品的价格去买 因为他们假货做的确实还不错 他会同时跟正品一起 一起叫预售再涂 那么他们的假货店就开始 快速的去做这个事情 可以看出来中国的这个工厂的能力 有多么的强大 我觉得淘宝肯定不止 我刚才七叔说的那么几家店 那么怎么才能看出来呢 就是大家不要贪小便宜 因为它的价格正好踩在正品的发售价上 这些店铺有个共性 就是那些大热门款 比如四周年 小马哥王十五他们家都没货了 那他们家还依然有货 这个时候你就要怀疑一下 那第二种类型的 就是说它是所谓的什么代购啊 什么它的价格明显低于 连发售价都低于好几倍 那个希望大家不要贪小便宜 那个肯定是假货 那个也很容易能看出来 第三种类型的复刻店呢 其实七叔觉得大家爱买 就去买一下 也没有什么啊 因为确实我们所谓赠品比较贵啊 那买来试穿一下 感受一下 对于小白来说 刚入坑的时候 其实觉得一点都不过分 我们不能支持假货啊 我们可以去买一些国潮啊 因为现在的国潮其实也是啊 也是在打版这些这个这个日盘的品牌 其实也能起到一个感受的 就是出入坑的人的感受的一个作用 好希望我们爱好者能一起大家一起抱团取暖啊 曝光更多的类似这样的假货店深恶痛绝 那么对于出入坑的小白来说呢 其实有个建议啊 就是说呃 如果你要买赠品 那最好去找这些比较大的店 当然他们的价格也是比普通的要贵一些 这个很正常啊 因为整个的潮流市场就是官方加加二级市场 再加上我们玩家 哪怕我们要交一些学费 宁愿交给像这些二级市场的这些正规做生意的 也不要去把它交给 拿着假货当正品卖的这些店铺 等大家入门了啊 就是说这个对这个里面的这所有的这些衣服已经有感受了啊 大家自然而然的就会看了 所以那么第二步再去尝试呃 去一些散户手里啊 比如说去闲鱼里面去收一些衣服啊 收一些鞋子进来 那么可能自己也会看了 那可能会把你的这个成本降降的稍微低一些 所以这个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那还是那一句话啊 如果大家收到衣服可以第一时间发贴吧 也可以呃 发到呃 如果认识七叔的朋友啊 也可以经理发给七叔 因为七叔也不是所有的款都会看 也只是一部分 七叔有的我可以帮你做一下对比 或者是发到群里给大家都看一下啊 那 比较保险 七叔还是希望这个分享能帮助到大家 少掉到坑里去 谢谢大家 关注七叔哦